台北市從2015年開始 把智慧城市當作一個市政重要的項目 那一開始我們在選項目的時候 在想說它應該是由市政府可以直接用計劃性的做法去推動的 因為環市一定要先想說行政成本絕對開始推動 比較容易在整個城市裡面推動 所以當時我們選了幾個 比方說我們在蓋社會主宅 我們大概八年六月自己蓋了有一萬三千五 加上聯合開發那些錯一錯大概到一萬九千五 所以我們台北市的再把這個建築 當作我們一個發展智慧組織的重要項目 所以我們台北市蓋的社會主宅裡面 智慧電廟、智慧水廟、智慧瓦斯標房、智慧電廣都有 還有一個是什麼?交通 因為交通號是政府在管的 所以目前我們台北市的那個交通號子 你知道他不是固定描述 因為他有CCTV再加人工智慧 他就按照那個車流量控制條件 不過我們大年下一步要把 所有路口的這些人工智慧 可以再串聯起來 變成更聰明的人工智慧 他就可以控制整個地區的交通流量 那另外一個是醫療 因為我們台北市有聯合醫院 所以醫療是我們在發展智慧城市中小項目 那還有這個悠遊卡、悠遊戶 這個在推動 他最後一個項目又是教育 事實上要改變一個國家 最快的方法還是改變教育 所以教育是國家根本大吉 而且我們算一算我們台北市 國小國中高中加起來就有22萬的 那如果把幼稚園加上去就到28萬人 所以在28萬人當中 如果你有辦法改變他的模式 行為模式等等 很容易帶動這個社會的改變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學校的智慧化 花了很多的年期 那事實上有沒有成績 有 因為我們在英國經濟學的你知道 在做這個一具層次的評議 他有五個項目 其中那個教育來講 我們連續三年都是滿分的 你要知道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可以跟世界 學他心理國家的理由 這不太容易 另外一個是 我們這個亞洲智慧 亞太地區的智慧城市打獎 你知道 也是連續兩年都有拿獎 今年還是有入圍 所以台北市在智慧教育這個項目 在整個世界上 其實在拿到世界上太平太是前面 那主要是我們一開始就 就打算 做一種influential 基本結構的改變 所以我大概 我們現在台北市236個 從國小國中高中 全部都是 光線網路 然後每個學習 每個教室全部有 再加三個Hitternet Port 然後我們的 差不多四千間教室 86吋的觸控螢幕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台北市 國小三年級以上都要用iPad 所以我們是把整個硬體結構 在兩年當中 花了十幾億把它經過起來 不過在經過當中我們有一個 同時在軟體開始進步就是 庫克雲 庫克雲事實上也是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一開始我推不太容易 但是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學校有停課 你不得不用 所以準備了三年 到第四年 整個時用兩個跳起來 所以每次講說危機就是轉機 我在推這智慧教育的時候 去年這個疫情 反而讓我們在無現金教育 跟庫克雲往前很快的推動 那庫克雲 其實我們總共拍 國小國中高中 所有課程拍了一萬一千多 當然是這樣 先求油再求好 所以後來現在我們跟那個 軍醫教育基金會 還有這個學習班 就是說那個課程喔 不是那種一見到底 慢慢開始有互動 是有漫畫的 比較活潑 你需要說扣過一個比較活潑的 而且那教材不應當是一套 有一個意中 就是說它有按照程度 按照這個那種互動型的 那種教學跟模作 我自己去學校看你看 我發現現在 我請求我們台北市那小學校看 我看得很感動是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是小學老師 國發終於發現我們現在台北市的老師不用食文匹威 因為他拿一個iPad在上面畫 那個86吋觸控螢幕就會出來了 所以不用以前要食文匹威 坐在低排的同學要食文匹威 老師吃兩次 現在都不用了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不過這樣啦 我們整個庫克宇的這種成功 我常常覺得是這樣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台北自己好就好 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 因為像軟體這種東西做低套很貴 我們要研發那個成不得了 可是一定要做成功 再推廣出去 我們叫Marginna Cost 就是邊際成本它是低 甚至你只要準備有硬營 這個軟體就可以推過去 所以我們在台北的這種庫克宇的 因為它應該讓全台灣所有其他選擇都放下 那去年9月9號 雲林有195個學校就 就要開始使用台北市的庫克宇 事實上後來華麗燈喬委會講 我們現在全世界大概有1045個喬校 也是用台北的庫克宇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把台北這種花很長時間建構起來的軟體 做好以後我們可以分享給 不只是台灣的各縣市 甚至到台灣的華人都會用 這是我們一個理想 不過是這樣啦 在建構整個這種電腦系統裡面 最重要是Identification 就是說要知道你是誰 比方說剛才在示範那個學生有沒有上學有畢業 可是那畢業有沒有那張學生證他要輸為化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這種學生證跟悠遊卡結合 這樣發財有辦法證明說跟你是誰 所以 所以一卡一通一步你知道 讓在這種ICT系統裡面 我們叫ICT ecosystem 資通訊的這種生態系統裡面 最重要是要有一個通訊證明你是誰 那我們在台北市就是悠遊卡跟台北通 手機裡面的台北通 不過anyway嘛 這個講給大家對他 我覺得是這樣 反正就是我們 我們有一些成績你知道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都很樂意跟台灣所有的縣市共享 那也希望說因為我們努力和交流 讓整個台灣可以變得更老 那這樣就好了 好謝謝大家